国家十四五规划宣港团来香港 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说 乐见过去一年在港区国安法之下 特区政府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相信在特首林郑月娥的大领之下 香港会有更好的发展 国家十四五规划宣港团 早在政总出席宣港会 大团的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说 今次来香港 是特首林郑月娥之前写信给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的要求 他说中央高度重视 委派他来香港和各界交流学习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心得体会 香港能够和整个国家一样拥有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他也乐见在港区国安法之下 特区政府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在实现游乱转制的基础上 致力于游质极星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 积极参与越港澳大方区建设 努力破解经济名声深层次的问题 充分展现了势不必难的担当进取精神 我们相信在林郑月娥行政长官的带领下 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 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 齐心协力 砥砺奋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香港更好发展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就形容 中央派高规格的宣讲团来香港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怀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 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 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实施 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缺裂 香港正面临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 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 宣讲团下午到访立法会 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 在香港期间也会会见工商界和青年团体 星期三离开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国务因报道 无线电视记者公司 详细